我们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叫拉斯克尔尼科夫 用某些人周刊的标准来看的话 他是一个标准的俄国小人作题家 出生于乡村 埋头苦读 考入彼得堡的大学 但却因为交不起学费 中途被迫的辍学 接受过高等教育 使他无法再安心回去从事一些简单辛苦的劳动 可眼下 在这座大城市中 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交能力的他 即便是苦苦的寻觅 也难为自己的灵魂求得一处安歇之所 当他得知自己的妹妹 为了帮助自己摆脱这种困境 要嫁给一个他并不爱的 卑鄙虚伪的男人之时 拉斯克尔尼科夫终于下定了决心 这一次他准备换种活法 大家好 这里是每周陪你一起阅读 共同进步的剧人 今天我要带大家品读的是 托斯托耶夫斯基的经典著作 《罪与法》 读出视频 制作不易 我也来立个flag 如果收藏过一万 五天内暴更下期 废话不多说 我们正式开始吧 小说故事一上来 就在极度压抑郁闷的气氛中展开 一个身体虚弱 破一烂山的青年 拉斯克尔尼科夫 正慢悠悠地 仿佛愁出不绝地 向K桥走去 他目前租住在平民区 一幢五层楼房的顶楼斗室里 为了逃避脱欠了几个月的房租 每次外出 他总是痛苦又胆怯地拧紧眉头 像猫似的捏手捏脚地躲开你房东 贫穷 剥夺了他的自尊 压抑了他的欲望 但却没能阉割掉他的想象力 一场完美的犯罪 正在他的头脑中酝酿 他准备杀死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 沙夫济贫 一个武侠小说中的常见情节 却在拉斯克尔尼科夫这里 发展出了一套超人理论 一面是愚蠢 狠毒 病痒痒的 没有用的社会渣子 一面是年轻的新生力量 因为没有接济 白白地要者了 牺牲前者 就能救活成千上百条后者 这样受苦受难的生命 在拉斯克尔尼科夫看来 在社会的天平上 这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算术题 他说道 人大体上分成两种人 一种人规规矩矩 俯首听命 而且也喜欢俯首听命 而另一类则是超人 他们是破坏者 强者 犯法者 他们为了实现那些美好的理想 有权利逾越任何法律或者规则 如果他们失败了 就会被送上断头台 如果他们成功了 则能够成就伪业 创造属于自己的新规则 这种极端的无政府主义 和个人主义思想 正是来源于当时 19世纪俄国思想界极为流行的 万达尔文主义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细说 道理谁都会讲 可真要下手去做 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从小接受传统的道德教育 和来自母亲基督徒式的教育 的拉斯克尔尼科夫的内心深处 充满着纠结和不安 小说花费了大量的篇幅 来描写主人公的心路历程 他时而感觉 自己完全可以做一个坚定的拿破仑 时而又会忍不住的 在街上歇斯底维大喊 正如拉斯克尔尼科夫这个名字 在俄语中的本来翻译 分裂者 在主人公的内心中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 无时无刻不在拼命 争夺着控制权 这种对人物纠葛 挣扎的内心活动 细致入微的刻画 也让很多后来者 把它奉为了 历史流小说的开山之作 就在主人公还未下定决心之时 现实生活里诸多的遭遇 却彻底地将他的内心填平打翻 首先就是在酒馆里 他碰到了喝得烂醉的小公园 马尔梅拉朵夫 听他诉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 自己如何因为中年失业陷入绝境 自己的女儿 又是如何为了家人被迫的下海 马尔梅拉朵夫拉着主角痛苦地说道 贫穷并不是罪过 这是实话 我还知道酗酒也不是美德 这话更实在 不过一贫如喜 尊贵的先生 一贫如喜却成了罪过 光是贫穷 人还能保住天赋的高尚情感 可是落到一贫如喜的地步 那就谁也休想保住了 因为我一旦落到一贫如喜的地步 首先就准备侮辱我自己 托世借着角色之口 也点出了最语乏的第一个主题 穷人的罪孽 如果我们认为像马尔梅拉朵夫这样 恃久如命不自律的人 走到今天这步田地完全是自己咎由自趣 那她的女儿索尼亚呢 她难道也是咎由自趣吗 贫穷给人最大的考验就在于 她若想求得现实的生存 就必须背叛内心的准则 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 如果只是自己面临困境 那么我想索尼亚就算死 也不会去从事妓女这个行当 可问题是 现在是你的父亲 继母 还有他几个年幼的孩子 马上就要饿死了 难道说你的道德 要比所爱之人的性命更加珍贵吗 明明你有救活他们的办法 但你却因为要坚守自己的道德 不肯去做 难道这就不是造孽了吗 电影《我不是药神》所展现的 也是这种道德的困境 我难道不知道用仿制钥匙 侵犯知识产权是犯法吗 可我明明有办法救活眼前的人 你却要我因为自己遵纪守法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死 难道这样 我的良心就能安稳了吗 所以电影中说 我埋耀这么多年 发现这世上是一种病 穷病 视频生活的险峻之处 并非在于人们无法去做善事 而是在于 往往人们会陷入 无法避免作恶的两难困境之中 而这种所思所想 也完全来源于作者自己本人的现实处境 1865年7月 托氏在轮盘赌场输光了自己所有的盘缠 连饭都吃不起了 为此 他不得不写信给图根涅夫 以出卖自己作品版权为代价 借钱过货 正是在这种极端困苦的情况下 托氏开启了最与罚的写作 所以想必写下这段文字之事 他比任何人都了解 贫穷到不得不出卖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而紧接着 主角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更是让他彻底的破了房 妹妹为了让这个当哥哥的摆头困境 马上也要出卖自己 还笑着骗他说 是碰到了一段好姻缘 拉斯克尔尼科夫 绝对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于是 他在内心深处 彻底倒向了以恶制恶的选择 既然 俄罗斯这个社会 连一条选择道德的道路 都不给穷人留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把旧的一切砸烂 才有可能创造新的时代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拉斯克尔尼科夫想去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 并不只是为了抢他的前卫自己脱困 他想要借着这个行为证明 他就是自己口中的超人 那种不惜手上沾满鲜血 也要引领时代变革的人 这也由此引出了 罪与罚想讨论的第二个主题 英雄的困境 为了一个好的动机杀人 就不是杀人了吗 为了一个好的动机作恶 就不是作恶了吗 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很显然 托尸是持否定态度的一方 他借着主角拉足米辛的口 道出了这种理论的危险性 准许人问心无愧的杀人 比正式批准流血 合法的批准流血 要可怕的多 美式的超级英雄漫画中 有非常多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 其中最具争议的就是蝙蝠侠的不杀人原则 因为他每次都是执着于 只抓 不杀 才用罪犯们一次次的逃出来 混乱人间 让无辜的人受害 早一枪把小丑崩了 骂事没有 而漫画也通过塑造双面人 红头照 不义联盟这些反面角色 向人们阐述了 如果蝙蝠侠真这么做 会怎么样 当一个人 能问心无愧的 不受任何约束的消灭他所认为的恶的时候 他的问心无愧 也把自己心中的善同时的消灭了 这个人将彻底的导向极端的个人主义 还可以就此合理化自己的一切行为 托世正是看到了这种人类历史当中 潜藏的矛盾之处 那些我们所赞颂的伟大英雄 本身就都是善与恶的集合体 在弱弱强势的丛林法则支配着的社会里 似乎你无论如何向善 罪你也都是不可避免的 那些所谓正义的化身 不过是打着追逐美好未来的名义 在模糊着当下自身的罪恶 所以托世在小说里 安排拉斯克尔尼科夫的自我正道失败了 他的犯罪一塌糊涂 还意外杀死了撞破他行凶的老太婆的善良妹妹 犯罪后 他不但没有感受到任何成功的喜悦 反而陷入了一种没有尽头的煎熬和孤独之中 他说道 不 那些人可不是这样 真正的统治者什么都可以做 攻占土伦 血染巴黎 把军队丢在埃及 远征莫斯科 一下子就损失了50万的军队 在维也纳 用一句俏皮话就把自己开脱了 然后还硬是给他建了不少的铜像 我杀死的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原则 我破坏了一个原则 但跨没跨过去 还是停留在了这边 其实我们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过这种体验 背着老师 父母偷偷地干了一件什么坏事 事后拼命地说服自己 没事 没事 肯定没人知道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但脑子里却无法抑制产生各种各样的联想 只不过这里的情况更极端 是杀了人 为了更加凸显这种内心的自我惩罚 作者还贴心地为主角安排躲过了各种盘查 但他快要暴露的时候 又安排了替死鬼把一切的罪责都顶了下来 就是明白地告诉你 只要你自己能过自己心里那道坎 没人能把你怎么样 可他就是走不出来 他感性的良知和他理性的思辨 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撕裂折磨着他的内心 他开始疑神疑鬼 发高烧 与所有人疏远 做噩梦 动辄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 他开始厌恶关心自己的朋友 母亲 妹妹 并且尤其的厌恶自己 他的精神世界彻底的崩溃了 现在的人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类的疾病 还给他起了一个专业的名字 PTSD 创伤后应急障碍 而在脱视这里 这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以为自己的思想 已经完全可以支配自己的行为了 但是到头来却发现 你做了一件你认为对的事情 但是却无论如何 没有办法在内心里肯定自己的行为 其实翻开托斯托耶夫斯底的传记 你就会发现 拉斯克尔尼科夫完全就是作者本人的画身 青年时期的托士不断地在想 到底如何改变社会上的诸多不公 到底怎么样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为此他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一个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激进组织 这个组织创立的宗旨就是 要用革命斗争的方式 推翻沙皇的统治 通过农民起义的方式 消灭农奴制度 托士被弗利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深深地吸引 毅然决然地选择 要为了理想中的乌托邦 成为一个暂时双手沾满鲜血的超人 可谁曾想 还什么都没干呢 他和小伙伴们 就因为参与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 被捕物语 并判处了死刑 一直到临行前的最后一刻 刀都架到脖子上了 才传来消息 改判了流放西伯利亚 生死一线的极端体验 和四年漫长艰苦的流放生活 让托士的思想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之前 你还是一个 有理想 有抱负的大学生 一心就想着 我要做点什么 改变社会 然后突然一下子 你就被丢进了 充满各种 穷凶极恶的重刑犯的人间地狱之中 天天见到的 听到的 都是过去在课堂上 书本上 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的卑劣恶性 托士就曾悲哀地写道 一个四十岁的人 强暴一个十岁的孩子 难道也是环境驱使他 这么做的吗 正是因为了有了这种 从云端 一下子掉到阴沟的经历 才让托士意识到 自己过去 将一切过错和罪恶 都归咎于环境和社会制度 有些过于天真了 如果个人的思想不错改变 一切都只是悲哀的历史循环 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出路的托士 最终只能和好多西方的思想家一样 选择了回归宗教 如果一切的反抗 只能带来更多的罪恶 那么我只有寄希望于神的力量 来将人类从苦难的死循环中解脱出来 小说中的索尼亚 就是这一道路的完美化身 索尼亚从来不会像拉斯克尼科夫一样 推卸自己的罪过 如果我们用常人的眼光去看 索尼亚为了养活自己的家人 被迫地出去卖淫 属于是情有可原 可他自己却没有这样自我感动自己 也没有把自己犯的错 都推到家人的身上 在他看来 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必须要背负着这份罪孽前行 索尼亚所代表的是基督教士的 忍受苦难的精神 父亲坑他 继母打他 旁人骗他 路人嘲讽他 一切的一切 他都照单全授 他的博爱 让他不管背负着何种沉痛的苦难 都依旧去同情和怜悯别人背负的苦难 并且还希望 自己能够代替对方承受苦难 他引导拉斯克尔尼科夫认识自己的罪孽 让他去自首 让他跪下来亲吻那片被他玷污的大地 最后陪着他去西伯利亚赴苦意 可以说索尼亚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不带有任何贬义的圣母 那他最后成功了吗 并没有 小说的最后 拉斯克尔尼科夫在索尼亚的感召下泪如泉涌 怀着快乐和幸福的心情 来吻着这片肮脏的土地 但几乎同时 他傲然地声称 犯罪 我犯了什么罪 我杀了一只可恶的 有害的狮子 这算犯罪吗 我可不认为这是犯罪 也没有想去赎罪 即使在入狱后 他内心深处的斗争之祸 依旧没有熄灭 奥地利的小说家 茨维可曾说 没有人心中的矛盾 像托斯托耶夫自己的矛盾 反差这样强烈 其程度 就是山巅之深渊 同一个人的灵魂中 他既是所有人当中最虔诚的信徒 都是极端的 无神论者 托斯一边深爱着基督 一边又不断地怀疑着 如果基督真的存在 他怎么能够允许 这么多邪恶的事 在他眼前发生呢 就像小说中 拉斯科尼科夫逼问索尼亚 那么 您常常很热心地祷告上帝 对吧索尼亚 那么 上帝为此 都对您做过些什么呢 他问道 进一步地追究下去 索尼亚沉默了很久 仿佛达不上来似的 他那雷弱的胸脯 由于激动而起伏不定 别说了 您别问 您不配问 他突然嚷了起来 眼里又愤怒地瞧着他 所以其实 分裂者 又何尝不是指托斯自己本人呢 凡事人灵魂的伟大审问者 必定也是伟大的犯人 正是因为托斯自己内心深处 包含着深刻的矛盾 对自己坚持了道德观念 一而再 再而三地产生怀疑 才让时代的困惑性 能如此淋漓尽致地 在他作品中展现出来 而读者 也不再是被动地选择 接受 或者不接受作者 单方面价值观的灌输 而是在围观这场斗殴中 寻找自己的答案 最后 我想以脱视在残酷天台中的一段话 来作为视频的结尾 送给坚持看到这里的你 别那样凶狠和冷漠 别急着按自己的心意 来重新安排国内的生活 首先要关注自己的心灵生活 别激动 你们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 努力做得更善良一点 爱吧 宽恕吧 怜悯吧 祈祷和爱吧 如果人们自己变好了 变善良了 变高尚和富有怜悯心了 那么国内的生活 将会变得好受得多 国内生活中那些不公正的事情 难堪的事情 也会在个人热情的友谊影响下 得到缓解 其实视频内容就这么多 还是那句话 我的讲述只为引起 你对阅读原著的兴趣 如果想要获得 读属于自己的阅读体验 还要你自己把书找来读了 我是主持人 我会每周在这里 你分享我的这个世界的所知 所想融文新闻的视频 欢迎给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